同学们还上课了 那我们再继续第15至续的立体 声音太大 然后我们有一个减学运动系统 然后那个 声音可以降下 然后我们有一个跟时间有关的围早 然后这个时间是一个脉坡 是一个高丝的脉坡 然后在很早以前 就是在贴点个步骤线大的时候 我们是在基态 然后在T比那个脉坡的 比脉坡的那个宽度 大非常多的时候 那CN 这是我们上次结构的 那我们知道这是 这是在N状态的怎么样 N状态的系数 在这边 就是在N状态的系数 就展开系数 然后在N状态的后兰率 N状态的后兰率是P C的那个系数的绝对值平方 对不对 这我们都讲过很多次的 那就把这取它的绝对值平方 所以就等于这个结果 然后再乘上 乘上这 我先写一下 这是脉坡 就是 就在P等零时刻 我们给它脉坡 那我们剩下 这是已知的 这是电厂的那个 前面的电厂的系数 对不对 然后在那个 这T是那个脉坡的宽度 T是脉坡的宽度 那这些都是常数 那我们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高速函数 高速函数下降的 跟脉坡的宽度有关 那这边告诉我们说 这是N是那个状态的量子数 那T是脉坡的宽度 那我们从这结果看上 宽度越宽的话 表示什么意思 下降越快 因为这越大 下降越快 那我们生效不知道是这一项 那我们看怎么样算这一项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再复习一下 那个简学运动 我们怎么样得到X 怎么样得到 还继续的 我们这种的考试都考过了 还继续的 什么X作用到机态 也就撞到机态 等于是 对不对 你们在签名的时候 我提醒你们一下 我发现有同学 带签的 带别的同学签的 因为我发现 那个学号跟名字不对 不一字 以后 我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还要叫对签名 所以不要替同学代签 那这我们知道 这状态等于多少 这是落铃 往下降 这是机态 是往下降等于多少 等于零 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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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有什么态 并有异状态 对不对 所以这个矩阵 等于是 是不是 OK 那这个呢 什么结果 不会是零啊 对不对 N等于一的时候 不等零 M等于一的时候等于一 N不等于一 全部都是零 全部都是零 所以我们就得到那个 P1 这是M嘛 N等于一对不对 是等于 这是我们的结果 那其他都是零 如果N不等一的话 它后来是零 这个我们来分析一下 物理意义 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说 假如以前是机态的话 对不对 经过这个麦破以后 它只会跑到哪个状态 所以跑到 N等于一那个状态 那其他状态都是零 那我们从物理来看的话 为什么它会跑到 跑到那个 只有跑到一的状态 为什么跑到 不会跑到其他状态 只跑到一的状态 只跑到N等于一的状态 我们当事学推讨 我们事学计算是这个结果 对不对 那我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从物理观念来看的话 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只会跑到E状态 不会跑到其他状态 那我们来看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是从这个来的 从X来的 那我现在用另外的状态 如果这边是X平方的话 那你猜会得到什么结果 假如是X平方 对就会跑到N等于二出来 这样会了没有吗 知道问题了没有 为什么它会只跑到一出来 会跳到其他状态 就是因为这是X的一次方 那为什么X的一次方 是X次这个 这个一次方 如果X平方的话 会跑到这个几次方 会跑到两次方出来 就会怎么样 就有第二个状态 就有N等于二的状态 那这个物理意识说 我们如果加上一个正比 这个X跟这个E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项怎么来的 就是未能的什么 它不是受到力量 是E属于Q吗 对不对 所以那E属于Q 如果是未能的话 才会跑到这个X来 对 那我意思是说 如果是电场平方 会发生什么情形 这一次方告诉我们 它一次只能吸收 只能够改变多少 只能够改变一个单位 能量一单位是多少 我们知道能量是这个能量 机态能量是这个 这机态 所以它一次改变能量 只能够改变多少 对 只能够改变 加上H8Ω 所以是什么状态 就是N等于1的状态 加回来吗 也就是说它一次吸收 你可以讲吸收的 吸收的能量 就是吸收一个一个 一单位 能量一单位 能量一单位是这个 所以是N等于1 这是我们用物理的话来 我们要讲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下面讲第二节了 但这部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就讲第二节了 这十五之二 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谁时间的观世 是麦坡 所谓麦坡的意思是说 它有一个突然上升 然后马上怎么样 马上就下降 那以后就没有了 就它不是直序的 就是它的时间函数 不是直序的 那我们这边谈的是怎么样 时间函数是怎么样 时间函数是旋坡 它是怎么样 它有个频率的 所以我们这个围绕就可以这样写 就是说 它围绕它的时间函数是个旋坡 那正负号 这边有个负正嘛 对不对 它有它特殊意义的 就这两个意思 等一下我们来看正的 就是说负的跟正的 到底有什么样物理意义 我们到最后 我们得到结论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这是个算符 它是个算符 不是一个树木 那这个算符决定于什么呢 决定于 你这个系统的 决定于交互作用 那我举一个例的 例如说这个例子 我这边有一个原子 我这边有一个原子 对不对 那这边有个光坡进来 这边有个光子 对不对 那光子跟它交互作用呢 那我们知道光子是什么 光子是电磁坡嘛 那电磁坡是 既然是坡的话 就有这个 有这个时间变化 对不对 那另一种呢 或者是电子 也可以 其实这是牵涉到电子绕色的问题 就说这边是个原子 然后电子打进来 电子从这边打进来 那电子打进来的话 电子 我们知道电子的破坏是怎么写 自由电子的破坏是怎么写 假如是一度空间 对不对 那我把它写全好了 对不对 这是电子的破坏数嘛 当然能量是k的函数 那如果是自由电子的话 自由电子的话 能量跟k成什么关系 自由电子 要自由电子 断掉了 h bar平方 k平方 是不是 是不是 OK 那这个我们可以改写成这样子 e 减掉h 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样写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可以适用是光子 也可以适用什么 也可以适用自由电子 这样写什么 OK 那我简单跟你讲说 我们这边是用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可以用 都用这个来叙述 那我们知道那个围绕的 围绕像以后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前面推导结果 所以我就把那个结果写下来 这是我们在那个 公司我们在第一节 就推导出来 就是在T等零时刻 k状态 在T等零时刻 在k状态 然后在T 然后在T时刻 这细数 在T时刻 m状态的怎么样 的后揽率 对 细数的 展开细数 那这我们在第一节 就已经推导出来了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们可以做 那这是时间寒顺 下一步我们要做积分了 先把那个 然后这算符 跟时间无关 算符跟时间无关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部分先提出来 所以cm 等于 我们等于再推导这式子 这是因为m m是跟时间无关 跟时间有关是这些 这一部分 那我们的mk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Omk是吗 是等于怎么样 1 我们将能量差 能量差对吧 能量差到除以h bar 就是Omk 有问题 那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很容易的 因为它是指数还是积分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是我们积分的结果 这应该你们都会做 多操了没有 然后呢 在T时刻 我先这样写 这个绝对子平方 你可以取绝对子平方 你可以简化成这一项 其实它是一个 Supic Base Supic Base方形的怎么样 其实就是Supic Base方形 或者你这样想 或者我让你们 你们这一步 会不会做到这一步 你用那个两倍角攻势 你可以得到这些 我就不推倒了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在数上 我们来定义这样的数量 Data是这个 Data Data是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项 知道什么来的吗 就翻了个红色 红色挂护起来 就是这个函数 那底下我们来看看 这个函数 这函数的特性 所以这样的话 这P 就是说 红色挂护 这个就是Ft Data 那底下我们来讨论 这个函数的特性 你们书上画一个土 这是这个图 不是不是干色图 就这个函数 是那个函数图 最顶端是那个四分之一 提平方 我把那个图 把那个函数图画在这里 在这里面书上有 书上有这个图 我们画这个图的目的 是等一下我们那个视角简化 要得到速率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图怎么画的 Data在这里 Data是这个量 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二分之一DataT DataT乘以二 那我们来看 这个Tip是个线 从这个最低的零点 第一个零点到第二个零点的宽度 是四派除以T 这边是负的二派除以T 这边二派除以T 所以总共是四派除以T 这个宽度 第一个零到第二个零点的宽度 为什么是零字 知道没有 什么时候这会被降成零 我们来看这边 你们知道 F这个函数的这边有个sine 这个等于 等于多少的时候会是零 我把它sine函数 sine函数什么时候变成 sine函数什么时候是零 对 DataT 除以二等于什么时候 等于m乘向π的时候 对不对 是那个零 所以Data等于多少 所以这个等于Data等于多少 等于2mπ除以T 这样知道吗 我这边画的是横走是Data 那图的横走是Data 当Data等于这个量的时候 等于这个量的时候 它是变成 所以在这些点 这些点是零 这样知道这个图怎么来的 然后最高点 就等于零的时候 Data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来看 Data等于零的时候 sine零是多少 sine零是零 这时候你们该怎么做 你们不是有个路人吗 对 Las Pito路 你可以用这个路也可以 或者你把它 把这展开成 我们知道 这角度很小的时候 sine函数可以展开嘛 你们展开地向 地向就是这个 然后再跟着 跌到平方 跟着跌到平方 怎么样 消掉 对你就得到 上面那个丝目 就得到这个丝目 可以了吗 这样知道怎么来的 OK 那么来 我们先来分析这个图 我们看这个图 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把这个函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T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时间很长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图 变成什么 时间很长的时候 这函数变成什么函数 我们来看 我把它写在这边 T趋近无限大 在宽度变成什么 宽度趋近零 高度呢 高度趋近无限大 所以这是什么函数 学过没有 就跌到函数 这样知道了 当趋近点 它是个跌打函数 那跌打函数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只有跌打等于 那一点才怎么样 叫贡献 其他都是没有贡献的 OK 那么来用这个观念 但跌打函数的话 前面有个系数 我们要把它计数定出来 我们来看怎么样 定这个系数 我们先做这个积分 我们做这个积分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函数 这个就是这个积分 我们先做指定 然后我再告诉你 我们做这个积分 做什么用的 F在这里 那我们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是等于这个积分 我们这样 导过来 我们让这个 就是让 Data T除以2 对不对 我们把它写成Y 那这个积分就变成是 OK 这个积分积出来 结果是2P乘以T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我们做这个积分 做什么用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 Data 函数有什么特性 Data 函数就是 变量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无限大 不等于零的时候 它指是 函数指是多少 是零 但它积分等于多少 等于积分等于一 这是Data函数的特性 我目的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函数表示成 表示成Data函数 那我们看怎么表述了 这告诉我们就说 就说 Data 趋近零 我写在这边 这个函数 当Data 趋近零的时候 它是趋近无限大 我们着重在这个 Data 等于零 趋近无限大 那另外呢 Data Data 不等于零 另外我这样写好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是什么样 这个函数是一个Data函数 但我们不晓得那个系数 这告诉我们说 这两个条件的告诉我们 F 等于常数 然后Data 它是个Data函数 但我们不晓得 这系数是多少 C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C等于多少 但我们知道 它是Data函数 这两个都是Data函数的特征 那我想你们都学过吧 Data函数 就是说 这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无限大 这等于零 这等于不等于零的时候 不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零 它是零 所以这次 F是满足Data函数的特性 但我们不晓得这个系数 那我现在问你们 C等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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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告诉 自己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现在写 我把它带进来 你们 我把它写到 你们这个都抄了 这个等于书上有了 我现在告诉我们 怎么用球T C 对不对 等于收到 我们把它带进来 对不对 是不是等这样 是不是 我把它写在这边 这对不对 我把它带进去 是不是 所以变成C 所以变成C 对不对 那这根据跌打函数的定义 这基因是多少 基因是1 所以等C 对不对 这机会我们在这边做出来了 这机会结果是二派T 对不对 这机会结果是二派T 所以这等多少 等二派T 是不是 所以这告诉我们 C就等二派T 教会了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所以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等多少 等二派T 然后叠塔函数 这样这个意思的 对不起我还是忘了条件 要直接这样特条件 T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如果T不是无限大 不是这个结果 所以你们要注明这个 就T趋近无限大 才得到这个结论 那什么叫T趋近无限大 是什么意义 是什么物理意义 就时间很长的时候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这样会的吗 那有了这个结果 我们知道FT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怎么样 这就换成什么了 我们就这样写 这个都擦了没有 知道我讲的顺序了 所以我就把那个结论写下来 所以PM 它T趋近无限大 这样会的 T到M 那T趋近无限大 是等于 等于我把你二边写出来 λ平方 h bar平方 然后 然后再二派 T T 这样会的 然后我们再把Δ换回来 我们再把Δ换回来 等于 前面还有二派的 Δ Δ Δ是多少 h bar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 这样会的 我们现在还是把 把这 把他全部换成那个 把那Δ里头的变量 我们把它改变成 改变成量好了 那么我们看怎么改 我们看这细数是什么 原先的变量是这个除以这个 现在我们把它换成这个变量的Δ倒函数 会不会换 小朋友怎么换 我们看 我还记住的 我以前在跟你们讲Δ倒函数的时候 告诉你说Δ倒函数是有单位一次的 为什么有单位一次 因为是这个来的 等于1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 这个量等于 然后现在我们现在有的是Δ 那这是什么 这是在这里 这个量是等于H bar的成像Δ 所以这样写 这个要等于这 对不对 这变量乘上这个变量要等于1 是不是 那这样知道结果了 这个等于多少 我把H bar提出来 把H bar提出来 是不是等于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差多少 这都是1都是1嘛 所以这个等于这个嘛 对不对 这不是等于1吗 所以这也等于这个啊 那知道这两个比例了 没有 这样就会吗 所以就把它换过来了 你看这边原先是H bar平方 但现在都是一个H bar出来 对不对 所以H bar消掉再送下一个H bar 然后把这二派 这二派怎么样 把二派写到前头去 等一下我们来看他 他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从这个结论 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物理量 叫做速率 要迁速率 就是从 我们知道这是原先的状态 K状态 现在跳到那个M状态 所以我就这样写 K 从原先是K状态 改变成M状态的怎么样 的要迁速率 改变这个字 我们叫要迁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 状态型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状态 变成这个状态的怎么样 的速率 那从我们符号是这样写的 从K状态 要迁到M状态 的速率 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的后援率 那这是这样写的 等D 然后P M 然后D T 这PM就是这个 那我们取那个时间很远的 时间很长的时候 就T状态已经无限达 所以你们告诉我结论好不好 结论就是方挂虎里头的量 就cus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 是等于l.平方2πs הז 8 那我们得到这个 结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这告诉我们从量子物理 我们用DJ的 跟时间有关的围绕定理 告诉我们从起始状态 这是K是原先的状态 跳到 要迁到另外的状态 它的速率 那么休息一下 我们来讨论这个结果 这结果有什么特殊意义 对不起我这边杀 你们 这边有H8 这边有H8我落掉了